嗨,大家好,我是Kelly 我现在在美国圣多纳在上SCM课 我很荣幸被邀请讲这个月的电讯快报主题 自动领袖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领袖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领袖是一名有远见的人 他可以带领你到更好的地方 而一名好的领袖的特质是 人们都愿意聆听你并跟随你 一般人都认为领袖只限于企业中 如果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需要领袖力吗 如果你是一名家庭主妇的话 我想你也想带领你的家人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你希望你的家人 特别是你的孩子们能聆听你 因为你希望他们健康 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说领袖力是适用于每个人的 那什么是自动领袖力呢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非常努力的人 但始终无法成为领袖 又或者一些名义上是领袖的人 但是没有人愿意聆听他 或者跟随他 所以我们所谓的自动领袖力的意思是 人们很自然的希望你成为他们的领袖 而且他们并喜欢你 很愿意的跟随你 那最近我被邀请成为 DCI亚洲讲师团的制作人之一 为期大概三周 我们去了深圳 广州 香港 市水 还有巴厘岛 那作为 寻回制作人 我的责任是与当地的主办方团队协调 并安排DCI讲师团的工作责任 当我们到达每个城市的时候呢 我必须和不同的团队配合 与确保那个活动顺利进行 在寻回结束之后呢 DCI老师团们都很开心 他们说他们很安心 因为有我在引领他们 DCI副主裁也对我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各地主办方和参与者也很开心 所以我们说自动领袖力的关键是 如何让你的团队开心地遵循 和执行你的愿景 要有自动领袖力 我们说呢 是有更深层的因的 在DCI第八阶 我们不仅会教你如何成为一名自动领袖 而且会是一名成功的领袖 所以不要错过我们10月27到28日 即将在JB举行的工作坊 到时见